好了八点钟了 感谢大家周二晚上来听我们的网课 那首先呢也是照常做一个风险提示 我们今天PPT和网课所有内容都不涉及您的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OK我也不多介绍自己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最近黄金的走势 上一节网课的时候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正当上行嘛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现在它的走势 是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然后如果说大家是想要去长线交易的话呢 可以说就是去多投的清仓的一个建仓 然后hold住等突破 那然后呢短线交易的话呢 可以按照上面的两个指导的价格 然后进行一个波段交易 但是呢做空的话风险会比较高 所以大家设置好止损就行 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澳元的走势 上次网课呢跟大家说就是改变了澳元 就是要下跌的趋势 但是呢因为中国的疫情的原因 所以说澳元又开始了一波严重的下跌 那现在呢价格还是有一个触底反弹的迹象 不过还是要看澳洲最近出的一些数据到底怎么样 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基本面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而不是单看技术面就可以决定 所以澳洲第一季度的GDP或者说是CPI数据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这么的让人乐观吧 所以说澳元还是跟着中国的经济走的更多一些 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中国疫情的发展情况 如果说中国的疫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那个时候再买进澳元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那反之现在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以观望为主 不要轻易的说去做多或者是去做空这个产品 那之前Jackie有说过澳纽 那今天澳纽也是有了一个不错的拉伸 价格已经回到了1.0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说之前听了我们的网课 然后听了我们的建议在1.03左右买澳纽的朋友 应该现在是赚的 赚了而且还不少对吧 那Jackie的看法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 也就是说在明年在今年了 牛基连的大选之前 大家都可以一直hold着 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慢慢补仓就可以了 那之后呢就跟大家再一次说一下 CESL这个公司它到底是做什么的 之前Coco也有讲过 上一节课的时候Coco也讲过 其实CESL主要的产品呢 是给病人提供那个被动的免疫力 也就是免疫球蛋白 那现在像是国内现在的新冠病毒的肺炎呢 它没有一个特效药 所以主要还是靠病人自己的免疫力 去进行一个恢复 那所有医院和医生能够做的呢 就是给病人提供支持 减缓器官的衰竭 或者说是上呼吸机 让病人能够持续的保持自己的一个抵抗力 那免疫球蛋白呢 就是帮助病人能够 能够增强它现在的抵抗力 能够尽快的战胜病毒 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说CESL现在的产品 能够对武汉的疫情产生一个比较积极的作用吧 那我们也很难说CESL到现在325的价格 还能不能继续涨 因为我之前的报告给出它的预期 其实也就是300不到 那它能够涨到325 绝对是超乎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那我也很难说 大家会不会要去买呀 或者是什么的 只能说是做一个现在的资产的配置 然后如果呢 大家看好医疗行业 看好它现在做的这个产品 那找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买进去就可以了 那说到免疫力呢 上节课也有上节网课 也跟大家说过Blackmore嘛 Blackmore呢 它是之前跌到了60块钱 然后现在呢慢慢回到了89 那最近呢 也是坐了一下过山车 一下子从89涨到了94 然后呢又从95回落到89 主要还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导致保健品的热销 但是呢又因为澳洲隔日又出了禁非令 让澳洲的很多代购 没有办法带自己的那个 Blackmore的保健品回去 造成了一个影响 那其实昨天上午呢 Blackmore也发了一个公告 说要暂停交易 一直到明天早上 也就是周三 那官方的消息呢 是因为担心中国爆发的疫情 会影响即将公布的半年报 以及2020年的预期 所以说暂停了 但是外界猜测呢 也是有一些并购的因素 但是目前来看 Blackmore被并购可能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他的CEO刚刚上任 可能要做一些改动之后 再看 但是我觉得短期也很难 很难实现 除非说他的运营能力 一直都很不好 又回到了60块钱 这样子才有可能会 会公司会考虑收购的建议 因为我看了一下 Blackmore先生 也就是Blackmore的创始人 他还是不太希望被收购的吧 就是还是希望公司能够自己运营好 那新上任的这个CEO呢 之前在那个宝洁啊 或者说是雀巢啊 和吉利都有工作经验 而且都是亚太地区的工作经验 像是这种人才呢 我觉得是Blackmore现在最需要的 因为他之前我在这里是红线 黄线画了一下 就是他在e-commerce啊 就是也就国内的淘宝 或者电商销售有很多的经验 那这也是Blackmore现在一直都比较欠缺的 因为光靠代购这样子人肉运回去 毕竟是有限的嘛 对不对 一定要把自己在中国的旗舰店 做大做强才行 然后推广到线下的各种二三线的城市 这样子铺开 才能够提高自己的销售额 我觉得CEO的一个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嘛 那一个CEO掌握着一个公司未来的发展方针 对吧 那我们明天可以看一下Blackmore他发的年报到底好不好 虽然我最我大部分的预期呢 是觉得他这次的财报可能不是特别好 因为他上面自己也有说是concern 所以说对所以说可能是会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但如果呢大家跟我一样觉得这个CEO 有可能扭斩全坑的话 那明天如果Blackmore的价格下跌 那可以去适当的买一些 当然也不是说一次性我们要all in so hard 对吧 我们也可以分几次这样子去买 然后看一看他是不是有能力止跌 或者说是不是有能力提高公司的运营能力 那给大家再推荐一个公司是Ancel Ancel呢就是AN 最近呢也是长势不错 他主要是做医用手套防护服和医疗安全设备的 而且呢是一个全球性的企业 并不是在澳洲 那走出了国门嘛 在北美拉丁美洲 欧洲中东 非洲和亚太地区 也就是中国都有业务 这家公司在下周二会公布财报 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呢 可以在下周二之后 消息确定了 再决定是不是要买 因为一个公司的财报和2020年的预期 对他未来一年 未来半年的走势是影响比较大的 所以如果大家求稳健的话呢 可以在下周二之后看看情况 他的盈利能力到底是不是符合预期 包括他出的一些数据 因为现在原材料可能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吧 如果说他是有原材料从中国进口的话 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说了很多医疗公司 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看那个微博 微博上有个头条 就是丁丁 丁丁的那个评价一路下跌 之前丁丁的评价呢是4.7 但是这次疫情过后 他突然就变成了一点多了 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 那丁丁呢是阿里巴巴集团为中国企业打造了免费的沟通和协同的多端平台 那他主要做的呢就是 就是给大家公司企业里面办公用 那现在呢也被很多学校用来做直播的网课授课 所以说我看到微博上有很多人就是被迫营业对吧 就是明明是个老师 但是呢却变成了一个主播 这里面呢也有很多网友 然后戏称现在每一个老师都是李佳琪对吧 要学着怎么去做那个主播 然后去引导学生去学习 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玩的有意思的点吧 因为丁丁作为阿里巴巴旗下的一个产品 那他一直是想力压腾讯一头的 但是没想到呢是在这个特殊的关键特殊的时候 然后下载量一下子就猛超了微信吧 比较有意思 我呢也买了一点阿里巴巴的股票 在 因为虽然说受到疫情的影响吧 但是阿里巴巴作为中国市值最大的公司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对他有一点信心 当然最稳健的肯定是在疫情过后 在考虑去买入 那作为一个资产分配来说 我觉得阿里巴巴还是很有前景的 包括阿里巴巴的一系列的 网络的安全问题啊 还有他的产品 都是每一个中国人或者是必不可少的 包括澳洲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用阿里巴巴的那个 怎么说呢 wholesale是他的那个 是他的那个 wholesale的一个平台吧 那上一节课也有跟大家说到 那个afterpay也就是apt 先买后付 当时的价格呢是17块 当时的价格呢是33块钱 然后呢现在又涨到了40块7 有一些客户呢在问我能不能做空这只公司 我觉得呢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呢一定要设好止损 下跌的空间 嗯比较有限吧 但还是要看afterpay自己的 自己的运营成功运营的状况 因为上一节课有上一节网课的时候提到他的竞争对手没有拿到许可证对不对 那现在呢 呃事情就变了嘛 就是他的竞争对手有拿到那个许可证 然后呢可以跟afterpay现在平起平坐做一个呃正常的竞争了 还有说到了一些基础建设的公司 像是TCL和LLC之前也有说过 那之前的话TCL在推荐的时候也是15块左右 那现在呢到了16块三毛一 TCL这个公司呢主要是他的收入是有保障的 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配置一些防御性板块TCL和LLC是可以考虑的 那LLC的情况呢可能就比较复杂一点了 他在上次就是摩根斯丹利是高正给出他的建议 就是说他现在的工程运行的状况是不及预期的 也就是说他的工程的进步被拖慢了 那之后呢他的价格呢就一直有一些下滑 包括到呃今天的话呢也就是只是回到了18块多一点 也就是比我们上一节网课时提到的价格要呃跌了一块钱 但是我觉得只要他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那还是可以去买入的 嗯而且他在维加斯隧道的下方17块三毛六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撑 如果说他没有跌破那个位置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买进的 当然前提是他在美国和澳洲的项目都发展顺利的情况下 嗯那接下来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几个比较常见的 我看见客户有的一些问题吧 就一个呢就是不合理的盈亏比 还有一个呢就是不管是涨还是跌都是拿不住单这样子的情况 嗯那不合理的盈亏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看见大部分的客户在他的股票跌的时候呢 他不会设置一个止损 那相反呢他一些涨的股票 他就是涨一点点就抛了 那就导致他亏的那些仓位会越来越多 而且亏的会越来越多 那相反呢他盈利的那部分反而就是杯水车薪 完全抵不住他现在有的仓位里面的亏损 这就是属于一个不合理的盈亏比 也就是之前Jackie有说到的散户心态 就不太理智 那我建议大家呢是在交易一个产品的时候 都有设置好一个止损的价格 不要说是 嗯 不要说就是无底线的一直去扛单 因为我们上节课也说过扛单的过程比 是比较漫长的 而且扛单的话呢会吸纳大家很多的资金 不能去做一些更加好的优质的投资 所以设置止损是特别重要的 那盈利这块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也要提高自己的预期 因为这跟涨跌都拿不住单也是有关系的嘛 因为涨 不管这个公司涨还是跌 如果您都觉得想要快点抛掉的话 说明其实自己对这个产品 或者说对这个公司不是很有信心 他涨不知道他为什么涨 他跌也不知道为什么跌 所以说只要他一跌呢心里就很恐慌 让他一涨呢就觉得快点跑 对吧 嗯 那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 就可能对未来的交易都不是很 不是很有利 对吧 因为我们想要去进行一个价值投资 或者说长期投资的话呢 一定要知道这个公司 它的核心的价值在哪里 它的核心的点 我们为什么去买它 为什么去投它 对不对 像是我之前有跟客户提到的 realestate.com 我当时呢有写一篇报告 里面就有说 就现在地产开始回暖 包括交易额 还有股价 包括房价都在上涨 对吧 那这一方面呢 焦头活跃 对IEA realestate.com来说 就是一个最关键的点 因为焦头越活跃 那它的广告的收入就越高 对不对 这就是我买它背后的原因 所以说呢 它就算跌 我也不是很怕 只要它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那我可能就会一直拿着它 或者说是使用我们之前提到的漏斗型 或者是G型的仓位管理法去进行一个补仓 对 然后我对它的心理预期也比较高 是差不多是在120左右 那如果说没有达到这个价位呢 我可能也会一直拿着 不动 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吧 但是我相信每一位投资者的看法可能都不一样 那我觉得唯一能够偷用的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计划好自己的交易 然后交易自己的计划 对吧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合理的计划自己的交易 而且一定要执行 那上一节网课也有跟大家说到 ASX200的走势图 走势也影响着我们 何时应该去买卖股票的考虑 考虑的因素之一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大盘有一个回调的走势 但是回调的力度不是很大 那稳健性的投资者就完全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暂时安兵不动 看一下国内疫情的发展对澳洲的影响 是不是有这么大 的确是前两天是挺大 但是现在也已经有一些回升了 所以后续的发展可能也未必有大家想到这么糟 我们之前研究过 每一次疫情的发展对股市的影响都是暂时的 而且价格迟早都是要回到它应有的位置的 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简陋点 那丘吉尔也说过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危机 对吧 行情始于最差的年份 我们要迎接挑战利用危机 所以现在WEB能不能买 我觉得是可以放到自选里面去观察的 像是之前跌到了11块多 那就完全能买吧 那现在回到12块多了 那现在这个位置比较关键 主要是因为技术上来看 它的价格正好在维加斯隧道的附近 那大家如果说是它未来的价格收盘价能够突破12块7毛6的话呢 那就可以去 去大肆 去做一个买涨的行为 因为我对这个公司呢 做了一定的了解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我去 我刚才写的那篇股评报告 对就是WEB它现在的核心的价值在于它的B2B的业务 也就是商业 商务飞行的业务 而它的B2C的业务 也就是说散户 散客的那个业务的话 现在是被它慢慢的淡化掉了 虽然依旧也很强劲 但是Webjet也已经看到了它的限制 现在更多的focus呢 都是在它的B2B的业务 那像是其他的一些旅游相关的公司 像是悉尼机场 还有皇冠赌场 Fly Center等等 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甚至Treasury Wine 也就是奔赴酒业 现在已经是跌了30%了 还有Kogan它的下跌也很严重 包括这家公司 也就是IDP 是一家教育公司 是教留学生学雅思的 大家知道如果留学生想要留在这里的话 都是一定要考雅思的 那这家公司也就是一家辅导 留学生去考雅思的一个公司 那像是这些公司 它现在的下跌程度都是很大的 也是有一定的简陋的机会的 刚才有客户问怎么简陋 那就是从这些现在的超跌股当中 看看有没有一些好的价值的公司 去简陋嘛 对吧 但是呢 这些公司我们还没有做一个完整的 一个evaluation 那如果我们之后有出报告的话呢 一定会第一时间发给我们的客户 那如果您自己有条件 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去研究一下 我刚才说的那几家公司 像是悉尼机场 皇冠赌场 还有奔赴酒业 Kogan 包括这家公司IDP 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 一个比较完善的调研的 我个人呢 准备先从IDP开始看起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公司的主要业务呢 还是关键点的在于留学生 那留学生我觉得澳大利亚 是不太可能去说减少这留学生的这个数量的 因为大部分的GDP都是来自于留学生的消费嘛 包括澳洲的很多餐饮啊 或者说一些企业啊 都是来自于留学生的一些消费 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来看 如果说是做雅思培训的主体的服务人群 是留学生的话 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收入啊 那我会从这方面开始看起 那像是别的一些旅行公司的话 因为我已经有webjet了 所以我不太 就对那些公司不是特别的关注 那如果大家有自己特别看好的公司的话 像是悉尼机场或者等等 那您可以自己去研究 我们的同事呢 也出了一篇Fly Center的报告 也出了一篇悉尼机场的报告 等到这个礼拜五 大家可以问我们要 还有一个比较常听到的问题呢 就是现在有客户说 7000多点的大盘是不是太高了 到底呢 这7000多点大盘是泡沫还是趋势 对吧 不太干净 那其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听我们上一次 在格伦威卜雷顾比先生的讲座 顾比先生就说到 其实对我们散户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们散户想要赚钱就只能随波逐流 对不对 我们改变不了大的趋势嘛 所以我们就只能跟随主力 或者说是跟着庄家走 那我们澳大利亚最大的庄家是谁呢 那肯定就是澳洲的养老金 对不对 那作为追求稳健回报的澳洲养老金 那肯定是会把大部分的资金 投入在优质的大盘蓝筹股当中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一直不建议大家去买一些小的仙股 因为这些仙股的底线都很低 低到几厘前都有可能 一崩可能就崩盘了 就是一出现什么事情 可能里面的大股东啊 或者是他的 Internal Holder Inside的啊 都是会把他的股票立马就抛掉的 但是像是ASX200中的大盘蓝筹股呢 基本上都是有养老金做基石的 所以更加稳健一点 就是有底的 像是BHP啊 Cormone Wealth啊 或者是West Farmers啊 这类的股票 是不太可能拦腰斩断的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 然后就算大盘再高 只要公司的PE Ratio不高 也就是适应率不高 那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配置的 那接下来也说一说英镑最近的走势嘛 我看大家也比较关注 因为英镑最近这两天也是跌的比较厉害 那英镑自从他 我们上次12月12号讲过了他脱欧之后嘛 现在走势已经完全跟随了欧盟的协商决议的波动 虽然现在呢是跌破了之前的支撑位置 但是下方的维加斯隧道也有一个支撑 但是呢最近大部分投行对英镑的看法都是比较悲观的 这是因为英国的首相约翰逊呢 表示在过渡期结束之后 也就是今年年底啊 那英国呢将不会遵守欧盟的约定 那欧盟呢有选举表示 如果说英国不同意遵守我们的规定 那在过渡期后就无法再进入欧盟的市场 也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 英国要跟欧盟完完全全的一刀两断了 所以说从这一点上 肯定是会影响大家对英国经济的一个判断 对不对 那会损失多大的市场 而且英国本身的地理位置就是在欧洲的中间 那如果说他真的跟欧盟一刀朗断了 那岂不是就跟个孤岛一样吗 被勾立了是不是 所以说在这个谈判刚刚开始 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两边比较紧张的气氛 那英镑的走势呢 也就是会更加的波动剧烈一点 突朔厘米对吧 那会不会这个过渡期也是像之前脱欧一样 一拖再拖呢 拖个三年五年 这也说不准对吧 这更加是加重了市场对英镑的一个疑虑吧 而且在英国脱欧之后呢 除了要和欧洲谈判 欧盟谈判 还要和其他的国家重新建立一个贸易协议 像是英国现在呢 正在积极的寻求和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增加对美国的出口 那原来呢 英国是作为欧盟的成员 可以享受欧盟所有的安排 对吧 但是呢 现在呢 他又必须要自己出面 和各个经济自由体敲定 和各个主要的经济体敲定他的自贸协力 我觉得呢 这就是 怎么说 英国政府肯定是最忙碌的一年了 对吧 那摩根大通呢 也看到了这一点 将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从年底的预期 从1.33下调到了1.30 第一季度呢 甚至给出了一个最低的价格到了1.27 对吧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英国的政府呢 也开始积极的发表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吧 这是不破不立吧 现在正是英国的一个关键的时间 像是英国政府也在计划着 怎么样能够拉动自己的经济 包括他计划使用的自由港 还有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可能都会在今年出台 那现在应该已经出了就是英国的这个出产月率 这张图呢代表着所有的开 所有的就是外国投资者的一个金钱 就是说受到外资进驻的一个情况 就是全世界的 像是美国的话呢 收到的外资inflow的话是275个billion 那中国的话呢是136个billion 那基本上就是排名第二了 但香港的话也有104个billion 也就是说明其实港股的交易量还是很大的 也是吸纳了很多海外的资金 那反观澳洲的话呢 只有46.4个billion 基本上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了 对吧 甚至是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这样 所以可以看出来 美国吸纳的资金呢是更加多的 而且美国上市的公司也比澳洲会更多 像是大家比较清楚的一些unicorn啊 像是特斯拉啊 或者说是一些新兴的一些企业 都是在美国上市的 包括中国的阿里巴巴啊 还有网易啊 百度腾讯 腾讯是在香港啊 都是在美国上市的 那在这张图中呢 也有一个就是 也做了一个对比 是把所有美国 就是一些美国的IPO 还有一些比特币的收益 做了一个对比 一个是美股的IPO 还有一个呢 是比特币从开始到现在的一个收益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迪士尼 迪士尼呢 它的时间 IPO的时间呢 是1919年 是很早 很早了 对吧 距今也有 100年 101年的历史了 那它的发展呢 就比较稳定一些 就是一个很完美的抛物线 那比特币呢 就明显是一冲而上 风险比较高 它的价格波动也比较大 像是大家熟知的耐克 平时大家都穿的耐克 也是走势 也是比较迅猛的 因为耐克 它在它推出了那个AJ之后 它的营业能力 或者说盈利能力 就一路是飙升的 所以说 像是耐克和阿迪达斯 像之前我们Coco也有说过 它有一些炒鞋啊 或者是炒这种概念啊 是很受现在年轻人追捧的 有时候甚至一双鞋 可以二手市场卖到 几万块钱 或者是几 对 或者十万块钱的鞋子都会有 这是可能是我们妈妈一辈 可能看不太懂的一个现象吧 那我今天呢 就想跟大家说一说 迪士尼这个公司 迪士尼呢 首先它的业务呢 是分为三大块的 一个是迪士尼plus 是它从去年11月12日 刚刚推出的订阅TV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主题公园 像大家知道的香港啊 和上海的一些迪士尼的主题公园 那第三个呢 当然就是动画电影啊 对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些 冰雪奇缘呢 或者说白雪公主 与四个小矮人呢 等等 美女与野兽 这些都属于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当中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个来说 那首先呢 是迪士尼的迪士尼plus 那截止到去年12月28号呢 迪士尼 迪士尼plus的订阅用户呢 就已经达到了2650万人 大大超出了市场预期的2000万 其实在迪士尼推出的隔日啊 订阅人数就已经超过了1000万 而且它的财报显示 平均每个付费的用户 每个月都会向迪士尼贡献 5块5毛6的美金的收入 那我们粗略的计算一下 截止去年年底 也就是2650万人的订阅人数 贡献给迪士尼一个月 就是1.47亿美元的收入 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 对吧 那对于迪士尼来说呢 我也认为它的客户年轻度比较高 那作为一个做动画片起家的公司 我相信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 甚至是一些中年人 可能都是看着迪士尼的动画片长大了 或者说肯定是看过迪士尼的动画片 对吧 那任何产品呢 冠上迪士尼的名字 感觉就有一种不同的意义存在 所以我对迪士尼plus的业务 也是比较看好的 而且迪士尼说呢 他会利用这部分的资金 去做一个独家的原创内容 可能就会推出更多的系列节目 或者说是电影 那我也很期待 如果说米老鼠再次出一个系列的话 那会是引起什么样的反响 那说到主题公园呢 可能就没有 它的新推出的 迪士尼plus的这个业务这么乐观了 那公司的财报数据也显示了 它去年第四季度的主题公园 和周边消费的服务的营收增长仅为个位数 远低于迪士尼的平均帧数 正好说一下迪士尼去年第四季度的营业收入为208亿美元 那较2018年同比上涨了36.3% 那迪士尼主题公园的营收仅为8% 所以说呢 是大大拉低了一个公司的整体业绩 好像是我们之前在财报 就是在报告中有提到 当时West Farmers为什么把Cose分离出来 就是因为Cose呢 占了最大的体量 但是呢 却不出力 对吧 这营业能力远远跟不上公司的预期 所以呢 West Farmers后来又决定把Cose demerge出去 所以说 如果说公司里面的一个业务 对整体的一个盈利能力产生了影响的话 可能公司有时候会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 把它剥离出去 但是可能迪士尼现在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们只是说有这个可能性 那第四季度呢 也因为冰雪奇缘的大热 其实迪士尼的商品和销售都是增长了14%的 但是呢 受到香港迪士尼乐园的拖累而显示的表现不佳 因为大家肯定都知道嘛 就是香港现在迪士尼 香港的暴乱 让大家都不会去香港旅游了嘛 或者说是转机 虽然说香港机票很便宜 但是我相信也不会有很多人去买的 因为感觉明显是有生命的危险 我个人觉得 所以说我会选择一些直飞到中国的航班 那包括现在呢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 那上海和香港迪士尼乐园呢 也必须在现在这个旅游盛计中闭馆 那对于迪士尼的主题公园业务来说 肯定是雪上加霜的 那迪士尼的CEO Bob呢 也说了 就是关闭这两个公园 会对迪士尼第二的季度的总收益 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预计的损失呢 至少是1.75亿美元 但是呢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嘛 就迪士尼Plus的业务 现在每个月的盈利能力呢 是1.74亿 对吧 所以差不多呢 正好能补上这个漏洞 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 现在的线上TV的行业 还是竞争比较激烈的 包括像是网飞啊 还有Apple TV啊 等等都在抢这一块蛋糕 所以其实迪士尼 在这一块的推广上面 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和金钱的 所以说到底呢 最后这个财报到底怎么样 我们也很难去做一个预计 但是我们可以说 迪士尼呢 作为一个老牌的公司 它的盈利能力 或者说它的生存能力呢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最后呢 我也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迪士尼的电影 我觉得上面这一些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 看过的 或者说看过的有多少 我自己的话 大概有看过百分之三十 三分之一这样子 这样从1937年的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到现在2019年的 Frozen 2 也就是冰雪奇缘 就是陪伴了我们 好几代人的童年了 那去年呢 迪士尼的电影部门的业务呢 也一样 就是表现的很强劲 数据显示 公司的电影制片部门 营收为9.48亿美元 相较于同期的3.09亿美元 就是高的差不多 三倍左右 三倍还多 那其中呢 也是受益于迪士尼 两部特别大卖的电影 也就是星球大战9 和冰雪奇缘2 都是在全球取得了 超过10亿美元的票房 冰雪奇缘2呢 大家可以猜一下 是获得了14.2亿的美元 超过第一部 12.8亿的美元 美元的收入 就是我自己 打破了自己的记录 对吧 那2019呢 可以说是迪士尼电影 辉煌的一年 那期待他今年呢 也可以给我们 带来一些惊喜 那对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就是整体来看 2020年呢 迪士尼肯定是 面临着一些挑战的 特别是他的 主题公园的这个 这个业务 但是呢 迪士尼plus的 那个井喷式业务呢 井喷式的发展 也出乎了 大部分人的意料 所以我觉得大家 如果想要去做一个 资产配置 或者说是分散 自己的投资的话呢 可以考虑 去投一些迪士尼 那现在他的价格呢 是140美元左右 那如果说 有机会在130买进的话 那当然是 比较好的价格 那或者说是在 127可以挂一个单子 这只是一般性建议 如果说 后续有什么突发的新闻啊 或者是一些 新的 疫情的发展 肯定会对他现在的价格 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最后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特斯拉 那现在呢 我们也已经上线了特斯拉 可以跟我们的客户经理 要一下两篇股评报告 都是比较详细的 而且是一直update的 像是之后 如果说特斯拉有出什么 财报啊 或者说是 新的预期的话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 给大家出一篇股评报告 发送给大家 好 今天的内容 差不多就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有什么疑问 还是今天比较抱歉 出了一个乌龙 有客户问PME这家公司 PME的话 从技术上来看 他现在的价格走势 是有一个上涨的趋势的 但是PME这家公司 我不是很了解 所以说 如果说 你是现在有一个 高位的时候 去买进的话 那也不是特别担心 因为他很有可能 能够回到 您之前买的位置 那如果说是 您是进去买的 那应该已经赚了一些了 而且他整体的一个趋势 我也可以画一个 阻力和支撑的位置来看一下 因为最近呢 也是一个出财报的季节 还有出2020年 guidance的那个 盈利指导的一个时间 所以很多公司 他可能会突然的暴涨暴跌 就是因为他财报的原因 那如果说一个公司 他的2020年的预期 会比较好的话 那对他的股票 或者说他的股价来说呢 是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影响的 那相反 像是像Kogan啊 这种公司 他出的盈利预期 不及大家投资者预期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跌一段时间 而不是大家想的这么快 就是今天暴跌之后啊 明天就突然就涨起来了 所以大家抄底的时候 还是要谨慎一点 然后要看一下他的 整体的盈利状况 是不是好 有客户问到HLS HLS之前是跌的挺多的 所以我记得上一年 去年好像推荐的时候 是三块一毛五吧 那他之前最低的时候 有到两块七 这也是我们没有意料到的 但是呢 我当时在报告中呢 也有提到就是说 HLS他这家公司 他的盈利可能会体现在2020年 因为他在2019年的时候呢 刚刚却实施了几个并购的计划 所以说他的财报 可能真的不是这么好看 而且现金流 可能的确是挺有问题的 包括他可能会有一些debt上啊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债务上的问题 因为要支撑他去购买一个连锁 一个PERS 或者说是阿德莱德 那块的连锁的医院的话 肯定是需要很大的现金流 所以在这一块呢 他的下跌也可以说是有一点预期的 那我们主要呢 如果说您现在还是有仓位的话呢 主要还是看他2020年的表现怎么样 如果说他2020年呢 已经完全的接管了 他在PERS和阿德莱德的新的那些医院 然后开始正常的运行的话 那我觉得他回来也是时间问题 这个有没有解答您的疑问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收听 让我们开始码传一下